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在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表示 正考虑向亚洲派遣一支多领域特遣队 这支整合了导弹、电子和网路战能力的陆军部队 由数千军人组成 原计划派驻夏威夷 但最终可能部署在亚洲 以更加靠近中国 美国军方计划在冲绳、台湾和菲律宾等所谓第一岛链部署陆机飞弹 五角大厦希望为此计划分配一个多领域特遣队 地面部队较灵活可避开中共飞弹攻击 并负责摧毁中共的防空和指挥控制系统 为美国军舰核战机接近中国周边地区打开缺口 这一部署计划也凸显了美国正在加强对中共的军事防御力量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